嗨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小林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职场话题 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 就是这个简历了 其实我看网上 关于写简历的攻略 嘴巴一搜都有好多 但是呢 我个人感觉 这些就有一点碎 就如果说你已经写好了 知道怎么写了 你看完会觉得 嗯 说的真对 但是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写 看完还是一头雾水 鉴于简历真的是 未来漫漫人生路上面 你最重要的一张纸 所以今天呢 小林就把我毕生的简历攻略 免费分享给大家 我就把它总结成 小林的简历神奇四步法 只要你把这四个步骤 给掌握清楚了 哎 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当然我也知道啊 大多数小伙伴看完 肯定也不会立马动笔去写 所以呢 我建议你先关注收藏 哎 之后什么时候需要了 再拿出来看一看 神奇四步法的第一步 就是要明确目标 哎 你可别小瞧了这一步 这步非常的重要 其实很多同学 在写简历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误区啊 就是呢 把我之前所有 我觉得比较光辉的经历 都写上去 我想学花花比赛 得了一等奖 高中长跑第一名 又扶老太太购马路 被表扬有个奖状 全都写进去 然后满满当当写一页纸 然后就心满意足 觉得嘿 大功告成了 但是啊 你想如果这样一份 简历放到一个HR面前 哎 这孩子哈 得志体美劳 全面发展 真好 真棒 真不错 嗯 但是吧 你说我们公司 现在想招到一个数据分析师 好像跟着孩子 嗯 这样你就失去了一次机会 因为你想啊 不同工作 它需要的技能是不一样的 我做金融我需要金融建模分析 我做马农我需要会coding 我做数据我需要会数据分析 不同的HR它在挑简历的时候 都会去找你相关的信息 所以简历它其实是一个命题作文 不是我们可以天马行空去写的散文 或者是把自己个人经历 全写出来的个人传记 而是要针对那个岗位 把我们自己能论证出来 哎 我就是适合这个岗位的一个候选人 我就是具备了 你想要的这些精力 知识 技能 我就是你想找的人 所以这其实就是第一步 要明确目标的重要性 因为只有你明确了要找什么工作 你才能后续知道 它需要什么样的精力和技能 往简历上写 这也回答了其实很多小伙伴 问Lindsay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找不同的工作 我是不是需要不同的简历呢 哎 没错 真聪明 就是这样的 那具体怎么操作呢 因为我们找工作 都会有那种申请的岗位描述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找一个你想找的那个工作 然后去看 仔细看它的职位描述 还有下面所需要的知识技能 然后对着你过往的经历 把自己描述成那么一个人 当然如果你有一些朋友啊 师兄师姐是正好从事你想做的工作 那你也可以问问他们 这个岗位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样呢 你就拿到了那个核心的命题 拿到这个命题之后呢 我们就来到了神奇四步法的 第二步就是筛选经历 因为我们知道简历 大致可以分成四大块的教育背景 实习或者是工作相关的经历 社团啊或者是项目的经历 最后是一些其他的信息 其实大多数小伙伴啊 第一部分和最后一部分 写的都特别溜 就写完了 卡 就卡在中间那一大坨 关于经历的部分 在视频描述里边 我也放了一个 我觉得挺不错的简历模板 中英文的都有 感兴趣小伙伴 可以下载去参考一下 小林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 我们可以把你自己过往 所有的经历 打开一个word文 打开全都写出来 然后呢 有了第一步我们的铺垫 在这就很简单了 因为最开始 第一步我们达到了那个命题 对吧 就是你想把自己 描述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HR它最看重 什么样的经历 在知道了这个信息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 HR看的那些技能 关键词 关键经历 相关经历 对你自己过去的这些经历 去进行一个评估 找出来最相关的 放到简历上 那我相信很多小伙伴 到这就该吐槽了 说小林姐 我根本就不是经历太多 筛不出来 我是压根就没有经历 你说怎么办 虽然我们说啊 巧妇难为五米之炊 没有经历 最好的办法 肯定是去增加经历 但是呢 在这给大家稍微提个醒 就我们说的经历 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广义的定义 不光是实习经历 或者哪怕是你自己 刻余时间 做的比较相关的事情 比如说你想申请交易 那你自己就交易股票 这就是个很相关的经历 你就都可以往简历上写 只要你能讲得明白 只要你自己做过 面书官问你的时候 你可以对大如流 并且体现出来 你确实对这事很感兴趣 那你就大大方方 往简历上写 而且啊 我跟你说 这个经历和经历之间 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 就比如说 你之前有过一个创业的经历 那这里边 你做的事砸了去了 对吧 你我做市场调研 你可能也做过营销 你可能也做过战略分析 等等等等 但呢 这个不一定 你非得申创业公司 或者创业项目 假设 我想去申请一个 商业分析的岗位 那我就可以把 我在创业这里边 我就主要做商业分析 对吧 我主要做市场调研 我写进来 正好就去匹配 商业分析的这个命题 那假设 我要去申请一个 市场营销或者销售的岗位 那我创业这个经历里边 也有类似的东西 我就可以把这块 作为重点去突出 去匹配到 那个市场营销的命题 这样就可以实现 一个经历 多种用途的做法 但如果你不知道 自己哪个经历 适合放进简历里 你也可以找相应的 比如说你认识的 师兄师姐 有做类似工作的 让他们帮你看一看 你过去那些经历里边 哪个和他们做的事 更相关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不懂的人 对我们来讲 冥思苦想好几天的事情 对那些懂的人 可能就是弹指一挥的pick 好 我们现在目标也明确了 经历也筛好了 那我们就来到了 神奇四步法的第三步 就是包装经历 虽然我们说包装经历 但也没那么玄乎 你别觉得包装就是要造假 其实主要就两点 第一 说清楚自己做了什么 第二 说清楚自己体现的价值 说清楚自己做了什么 其实就是让看简历的人 他那么一扫一眼 就大概知道 你做了个什么事 你这目的就达到了 在这儿 给大家个小讨巧的办法 其实我们可以在 公司的名字 和你榜位的那个地方 稍微下点功夫 公司名字这儿 如果你是个大公司 就大家都知道 这个公司是做什么 那就不用说了 你就写那儿就行了 不管你是BAT 还是TMD 还是 如果是一个不太知名的公司 或者大家不知道 它是干嘛的 那其实我们可以 在公司的名字后面 打个括号 说明一下 这个公司是做什么的 或者如果这个公司 在行业里边非常厉害 那你可以通过一些 相应的数字 去体现出来 原来你这个公司 虽然大家不知道 但它是行业里的 顶呱呱 就比如说 你在一个资产管理公司 做实习 名气可能不是很大 但管的钱很多 那你就可以在这个 family office后面写上说 AUM 就是管理的资产数额 是多少多少 那人家一看 哇塞 好几百个亿厉害厉害 就就是这个意思 好 然后我们说职位这儿 职位呢 其实我们在公司里边 你都会有一个分析员 什么的类似的职位 但是我们在简历上写的时候 其实你不一定 非得跟公司里头的 那个职位 写的一模一样 因为公司那个职位 有时候就是个title 比如说分析员 对吧 你是什么分析员 engineer 工程师 他要么就是个级别 要么是个很大的工种 那我光看这个词 我假设我是个 看简历的人 那我哪知道 你都干了什么 对吧 所以其实我们在 写简历的时候 你可以尽可能的 把你做的相应的事情 在这写出来 比如你是个 股票的分析员 还是债券的分析员 还是并购的分析员 对吧 还是你是个 car engineer 还是个 hardware engineer 还是什么个engineer 对吧 你写清楚 这样我看了公司名 看了你的岗位 你的title 我就知道 你大概是做了 这么一件事情 这样我再往后读的时候 就心里有个预期 这样也更利于 他们去理解 而且很多HR 他扫第一眼的时候 就看名字和title 他看到自己想要的 他才会继续往下看 你要前面都不写清楚 那就是错失了两极 比如说我们看 那个简历模板里头 这个同学 他想做风险管理 好 第一个 他在公司里 做风险管理 直接写上去了 第二个 他本来是做个咨询 那写他是风险管理的咨询 就把这关键词 给放上去了 是不是非常的骚齐 这个不好意思 那我是个想 招风险管理的HR 我一看 哇 这个人经历太相关了 来 面一面 你就拿到这个机会了 nice 再往下一点呢 就是我们尽可能地 突出这个经历里头的 亮点和成绩 这儿我建议大家 可以试图去回想一下 就是你在做这个实习 做这个工作 或者做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真的 你发自内心觉得 你解决了一个问题 或者是你在跟你爸爸妈妈 跟你男朋友女朋友 跟你朋友讲这个经历的时候 你真的会觉得特别骄傲 就特别想表达的这种时刻 这些往往都是能突出一些 你的成绩和亮点的时刻 那你当然就可以把这些经历 大大方方的放到简历里去 那写经历这儿呢 我还有两个比较实用的小建议 给到大家 第一个呢 就是尽可能地用数字 去量化你的成果 就比如说我做市场营销 我写公众号对吧 我可以写 我会用什么什么工具 当然这很好 但是这体现不出来 你跟别人有什么区别 如果你可以写 我写了多少篇文章 涨了多少粉丝 阅读量增加了多少 同时我比前一个人带来的收益 增加了多少百分之多少多少 你有了这些数之后 那你创造的价值 也就很自然地体现出来了 然后在面试的时候 想上面试官再一问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你再从兜里把你的小故事 娓娓道来 是不是就很精彩 第二个小建议呢 就是我们在写经历的时候 不有一行一行一行吗 我们尽可能地 把那些最重要的 最骄傲的 最有影响力的点 放到前面去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 按时间顺序去写 就比如说之前 我带交易的实习生 每天早上他们都得写 那个市场的叫Market Commentary 就是今天市场发生了 什么的一个报告 同时呢 你可能就做了一个项目 就是比如说 分析一个资产组合策略 虽然第一个事 你每天都做 而且你最早在做 但是重要性来讲 肯定是第二个事 更能体现你分析能力核心技能 那我们在写简历的时候 就把这个 更能体现你核心技能的 放到前面去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 按时间顺序去写 因为很多时候 HR他在看简历的时候 可能就看前两号 后面他根本就不带看 因为他知道 前面才是最重要的 你说他要是光扫一眼 就看见你每天 就在那写市场评论 你说你是不是得不偿失 好 你知道经历怎么写之后 具体把句子写出来 这个就不是特别难的事了 当然如果你写英文简历呢 前面的那些动词 可以多一些变化 这我在视频描述的 信息栏里面 放了一些动词列表 感兴趣小伙伴 可以自己去下载参考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 神奇四步法的最后一步 叫书装打扮 东北话就叫收拾立着 英文叫format 其实就是把格式调整 让它清晰美观简洁 这步其实也比较简单 没有特别多的技术含量 所以很多小伙伴也不太重视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真的就是 性价比极高的一个步骤 真的就是你花都不到20%的精力 最后的效果就超过80% 就比如我之前筛简历的时候 有的简历 你真拿到手里 就一片狼藉 你都不想看 你说就这个都做不好 你还找什么工作 就好像我们去面试 人家都得先梳洗打扮一下 留好第一印象 其实要注意的点 也就那么几个 目的就是为了让它简洁美观 你就该对齐的对齐 该加粗的加粗 但不要全篇加粗特别多 字体不要过多 字号呢10到12号字 然后再就是想断前句断后句 让它整体看着别太急 也别太空 补充一下 就我们在选字体的时候 尽量选一些比较常用的字体 因为你导出PDF给别人嘛 如果对方那个电脑里 没有你这个字体 那它就会替换成一种系统字体 然后就会非常的难堪 好这样呢 你的简历就大功告成了 最后再啰嘴一句 简历真的是太重要了 千万不能偷懒 如果你想偷懒 就记住小林的一句话 出来混 欠的债总是要还的 今天的懒惰 只能换来明天的回顾 赶紧准备好自己的简历吧 如果你觉得小视频实用还不错呢 欢迎点赞支持 然后下面信息栏里 有其他的资源 供大家参考 攀纸一规的Pick 我哪知道你是什么分析员 这个人是不是非常的骚 再往下一点呢 就是我们尽可能的 突出这个经历里头的亮点和成绩 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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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呢